他为钱温柔道别妻子 冤起老公陈建 当时还申请承诺 会好好照顾一双儿女 让他没有牵挂的离开 可如今他涉及诈骗被收押 两个孩子一度心踪不明 余天甚至请社福介入协巡 外传两人目前由阿姑照顾 预计最快4号中午 就能把外孙接回来住 Herry 琪琪 欢迎他们 玩着老公甜蜜进场 2019年愿起补办婚宴 他和陈建当年奉子成婚 交往一个月就怀孕 但传出愿起曾经离患产后 犹豫症气得弄向老公 除了生小孩有做什么吗 一度闹到快离婚 事后陈建哭着求和 夫妻俩才和好 反正就是为两个小孩 觉得很可惜 真的 因为二姐妻那时候留下了 蛮多的钱给小孩子 一定有破钱 愿起过世前 边对抗病魔 还一边接业配 只为了帮儿女留下 更多成长基金 如今遗产去向 不得而知 离开人世还不到两年 陈建从好老公 变成诈欺嫌疑犯 震惊各界 三安学 刘宇科普轩 台北村部导 暂倒 在温暖 Gray的时代